这个修炼不是去感觉什么 这个是邪门外道的东西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我修炼 我看到什么了 我感到什么东西了 这个都是走邪门外道了 实际上修炼 这个真正的师父 是不让你去感应什么 那个东西是自己出来的 你老是想着感应什么 这已经很可怕的了 你就就是很容易入魔 得精神病这种类似的 你看这个现在修炼的 很多你们台湾修炼人很多 但是很多得精神病的 神经不正常的 越修炼又不像个人样子了 那这个都很可怕的事情 这都是没有真正懂 修炼的目的是什么 修炼真正的目的 实际就是把你自己的那个真我 给给挤活出来 给释放出来 因为这个在心经中讲 我们的发生如来 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 不增不减 他本身就是金刚的 他没有这个生死轮回的 他不参与生死轮回的 那么你把这个自己的这个 发生如来给挣住来 这是修炼的根本的这个目的 不是说我修炼打坐 看你某一个大师来了 靠你某一个神仙来了 这都是这个动物灵界 在教人怎么被他们控制的方法 这个都是很可怕的 叫世人行邪道 因为金刚经中讲 你相求我 以音声求我 世人行邪道 你已经在走入闲门外道了 你追求这些东西了 这个就要注意 所以是 那么修炼最好是找一个名师 什么叫名师 就是他经历了很多师父的栽培以后 他走过来了 就是从所有的邪路啊 险路啊 他已经顺利的到达目的地了 你找到这样一个师父以后 他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什么悬崖啊 风浪啊 哪里有陷阱啊 哪里有坑道啊 哪里会摔跤 他都知道 他临你走就很容易走嘛 这个叫向导 所以他叫导师 导师就是向导 引导你走路 那比你自己走就快得多 所以我在修炼界待了三十多年 那么这三十多年里面 很多的风险都经历过了 一步一步的财色名师税啊 这个怎么突破地狱的五条根啊 怎么去到自己的贪嗔吃一脉啊 是修这个 千万不要什么 我要练着练着 我怎么飞起来了 练着练着 我看到什么佛来了 我练着练着 我是谁了 那这都是琢磨的这个方法 这个都很太可怕了 所以是那么在佛法里面 他提到空性证件 就是你要进入空性 进入空性里面 还要有光升起来 所以是空性为止 就是止住自己的那个大脑的作用 我们大脑 这个产生这个八个作用 叫八十 那么它都不是我们真正的我 真正的我 这个不是这些作用 它是一个本体 所以你要找到那个我的本体 找到本体 你必须离开作用 你才可以找到本体 所以找到本体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本体 这个叫明心 这个叫建本体了 建性的时候 它就开始放光了 因为它本身是进虚空变法界的 一种透明的光 所以那你就见到性光了 见到性光 你还要把心灯聚起来 那这个时候才能做满念宝 才能这个展现佛的神通 来度众生 而不是这个神的神通 或者鬼的神通 或者被附体的神通 所以是神鬼的这些 现在在你们台湾岛特别的兴盛 他们通过道童啊 通过伏击啊 通过各种各样的 这些展现神通的 这些都是很可怕 这个在道门中 也叫旁门左道 这个道门只有一门是正果 就是修道 修德 那要师父的引领下 一步的通过三修一化 叫修心修性修命 清新消业 那么这个就是 这是一门正果 最后是你成佛了 你成神仙了 你出六道轮回了 你自己大神通展现了 这个所有的这个都是那个 不是我们依赖外面的鬼 依赖一个外面的一个什么人 我一辈子靠他 那一辈子靠他 你自己没本事 这就好像一个高中生 跟老师学 不是他考上大学了 天天弄点香蕉 弄点茶水去供老师 但考大学的时候 他能考上吗 他不行 这是他必须跟老师学本事 老师会他都会 最后他考上大学了 所以这个大家要千万要重视 那么现在都追求 我有什么感觉 这都不对 都不对 都是很危险的 不要追求追求 你自己能不能进去空性 能不能见光 能不能在光里面产生一些妙用 那这个就是正确的一个修炼的方法 那么这个不要说 我一修炼 我就看到观音菩萨坐在那了 我一修炼 头顶就放光 身上就放光 那结果看看他满脸 黑黑幽幽的 身上还到处都是病 还说自己都是佛菩萨了 你看我是谁 你再看我是谁 他就希望说 我看你是观音世界 那他就高兴了 那不是骗你的吗 你还是个凡夫 你博地凡夫 你练本座练得再好 你这个在座中献观音像 你还是张卜生 你还是个凡夫 对不对 你不能说你是谁 你知道你没有自己了 没有张卜生了 你的法报化三身成就了 这是大成就 对不对 那个时候没有张卜生了 为什么 你就不叫张卜生了 反以这个相求我 以因生求我 所以反以相求我 以因生求我 试人行邪道嘛 对不对 张卜生长这一样 我看到张卜生 那我就成佛了 那个 我这个张卜生 我喊他的名字 张卜生就成佛了 都不行了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他的这个 康地 天天天伺候他 天天跟着佛 他也不会成佛啊 最后还不是要靠自己修炼 楝严静不是为他讲的 大家不要追求对谁 这是心里有所贪 你这已经贪了 所以不要这样去追求 那至于说他有发热的感觉 发能的感觉什么 这是自然的 但是你没练队 没练队你要问老师 那你要跟老师交代 老师教我这样练 结果我是怎么练的 那你可能就练差了 为什么 老师教的时候 你自己大脑在作用 结果是自己 老师说老师的 你在想自己的 你误以为老师是这个意思了 实际上是你自己的意思 就没听明白 这个电视上不有个节目吗 弄十个人 我说我看到一个人 拿石头打狗 第二个这么传下去 到最后传出来 就是说看到一个狗 拿石头去打人了 这个整个完全不是 人家第一个人讲的那个话了 这个老师在讲 你到底老师讲了十句 你听进去几句 这边好 他说都是张篤生的学生 那我为什么听不办 那你这个没有定理 你没有真实的 那个把老师的东西 复印过去 那为什么要空性 空性就是没有字节 没有字节 我就是复印机 我就是白纸一张 那就所有的东西 老师是A 我就是A 老师是B 我就是B 那就成功 老师上去信念 是无我真空 那这个空性 那把你自己这个样子 你才能开始学习 老师我突然看到一张 你跟老师究竟上师什么时候 我很多师傅 五十多个 这是佛家的传承上师 满意上师 这是道家的传承上师 雄人姐 空性上师 有游戏 不是都有 我这跟三十多年了 这个师傅也快十年了 那你跟一个师傅说 我只是见了一个面 就很可怕的 不是见了个面 say个hello 我就是谁的徒弟 太可怕了 胡说八道 师傅他是修炼一辈子的东西 你怎么可能跟他一天就学会 见了个面就学会了 我是谁谁谁的传承 我到他那 我say个hello 或者他在台上讲 我在下面听了一天 我觉得这是他的徒弟 这都不是 徒弟是要跟师傅不停地学的 你看我的雄神经上师 我的师傅 我这是从92年开始 跟到现在 还在学 他还有新军机在教 你还得学 活到老 学到老 现在的宗教 宗教呢 跟现在的生者教育 我们在仕途的生态 所以我的师傅呢 熊老师他重点在用现代教育的方式 在教学 他不愿穿道袍 他实际的重点是道家传人 道家传人 因为道教现在你们一穿那个道袍 基本上什么套童的呀 什么什么靠拜拜的 这个很容易误导 因为道教才是在东汉末年才主 以这个老子所说的老子得道经 为教本成立的宗教教学组织 这个我们道教是从东汉时期成立的 那么道的传承是从福西式开始八千年的时候 八千年的时候 所以我们传是道家 不是道教 不是宗教 不是宗教 那么这位师傅呢 他也是在家指使的 那么是大圆满的传承人 汉地传承人 但他戴的帽子不是他自己做的 这个是我的师爷阿秋喇叭给的 他有两领法帽 一个是他的师傅阿秋喇叭 一个是都是出家 一个是谢尔洛喇叭 他因为观机缘成熟 现在佛法界 实修实证的人太少了 这两个大法王把这个 这个大圆满法传承给满仪上师以后 让他委托他在汉地传承 汉地传 所以他是个在家局势生 我们叫白衣羽加师 但是他穿的法衣法号是师傅给的 当然 对 我可以吃